当你开始更多更深入的阅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新的点子 是可以拿来玩的 最近我把实际卷接拍都扫描完了 然后我开始打开照片去整理 我发现其中有很多的东西都有关联 于是我开始尝试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 给整合在一起 彩色的 黑白的 人像 物品 尝试在里面去创造一些火花 于是有了最近重新制作的两面这个项目 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甚至想是不是有新的材料可以供我们使用 于是我开始使用派利德去拍摄 在拍摄地点去捡食物 去找人们丢下的信件 去找落下的树叶 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去扫描 在扫描的时候 我开始思考 扫描难道也是摄影的一部分吗 想到这里 其实说是也是 说不是也不是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摄影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了 休息了几天 我又重新拿出来两面 打算再往里面添加一些东西 于是我把一些照片打印出来 然后用手去拍摄 去整理 有一张打印的纸被打坏了 我把它撕碎成团 本来就打算扔了 结果想了一下 这个废物和我的废墟的拍摄 似乎又有一些关联 于是我也把这张破旧的打印纸 给扫描了出来 当我扫描完成之后 我发现 这似乎又是一件可以尝试的新的点 动手去完成摄影的后期 当然这里的后期就不是PS的后期 而是整套作品的真正的展示的后期 于是我找到我家里还余下了些颜料 打开音乐 然后戴上手套 开始往打印出来的照片上面去抹颜料 然后再扫描 再后期 突然我觉得摄影的界限在这一刻 真的被模糊掉了 和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模糊在了一起 模糊的就像孩童时期一样 只要你快乐 你拿篱笆 拿树叶 拿树根 都可以去进行创造 原来摄影本身就应该是创造的 当然 说到这里 有的人会认为摄影应该本本分分的记录 我也不反驳 甚至觉得也是很对的 只是觉得今天这种快乐的创造的感觉 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感谢观看 张台战 文字幕志愿 词李宗监 有没有 有没有 杜引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